除湿转轮是由一种蜂窝状的高效吸附材料做成的。 当含水量比较高的空气,通过除湿转轮的蜂窝孔道时,大部分水分被吸附材料吸收。 当吸附材料吸收的水分达到饱和后便会停止吸收,所以需要有一个再生装置来再生。 一般情况下,我们会把转轮按照3比1的比例分成两个区域。 270度区域用来除湿,90度区域用来再生。 当经过处理区域吸收有水分的转轮,转到再生区域时,被一股经过加热至110至140摄氏度的再生空气再生,转出来时便重新有了吸附能力。 这就是转轮除湿的最基本除湿原理。 当我们要做到类似-60度漏点的超低湿要求时,这种结构就有一定局限性。 这个时候,我们往往需要再增加一个辅助再生区,用这个辅助再生区来冷却刚刚转出再生区域的高温转轮。 同时,也避免处理于再生区域的串锋域泄漏,为超低漏点的实现创造了可能。 有时候,我们又不需要太低的湿度,也不希望消耗更多的能耗时,另外一种结构可以帮助转轮进行有效的除湿。 我们把转轮按照1比1的比例分成处理和再生区域。 180度区域吸附,180度区域再生。 这个时候,再生分量和处理分量也不再是1比3的比例。 同样也是1比1的比例,但再生温度可以是50至80摄氏度,甚至于更低。 这就是低温再生转轮的工作原理,这同时也是被动除湿转轮的工作原理。 当您的系统的排风和进风有足够的温差和湿差时,也可以采用这种形式来获得免费的除湿效果。